大家好,今天是2022年4月25日 我们继续来预测特斯拉的股价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2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1014.91 收盘价是10505 盘中最高是到达了1034.85 最低是在994 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辅值是达到了40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20均线值的下方 收在其他各均线值的上方 量 当日的成交量是2323.22万股 是前一日的0.66倍 量缩 KD值 我们会看到快线又上穿了慢线 那这样的现象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 MACD 我们会看到开口略有缩小 双线继续下行 并且我们会看到 在当日出现了较前一日更短的红柱 那这样的现象说明股价继续沿着现在的走势运行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4月22日生成的这个K线叫做倒垂线 那倒垂线的特征是上影线很长 至少是实体的两倍以上 小的实体在K线的下方 下影线很短 那这样的K线不分是上涨的绿K还是下跌的红K 那倒垂线它是一个变盘转折的一个信号K线 那就这个单一K线而言啊 是上涨中遇到了压力 下跌中遇到了阻力 好 接下来我们来解读一下4月22日当日生成的这个倒垂线 首先说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是在一个向上突破之后的一个横盘中 那么我们会看到在4月5日的前高 和4月21日的两个前高 形成了一个头低的一个空头的一个趋势的一个架构的 初始阶段 对 那么如果下方在建立底底低 那么这个股价呢将转为空头的一个趋势 所以刚才我们讲是在向上突破后的一个横盘中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样的一个倒垂线啊 又是一个转折变盘的信号K线 那这样一来在次日的走势也就是说如果在4月25日收盘 如果是低于这个倒垂线实体的下沿 那可以确认这个股价呢将会转折向下 那当然次日如果是开低走低也是容易转折向下的 好 那如果是在次日呢是开高向上 那收盘价超过这个倒垂线实体的上沿 那么可以确认这个股价将会转折向上 好 以上呢是K线信息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股价后续的走势 我们调出辅助线 好的 那这样的一些辅助线呢 我们首先先回顾一下 两条水平线是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股价 如果盘整将是在这个区域内进行盘整 对然后呢 我们会看到目前图上的一三五 是我们定义的下行的趋势线的经线 然后这个双数的这个这个辅助线呢 趋势线呢是底底高 双数的辅助线是上行趋势的一个辅助线 好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对后续的股价的走势 那我们会看到在22日生成的这个K线啊 它依然处在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盘整区 也就是上方是1034 下方是973 那这两条线都源自于上方的水平线 源自于4月19日的最高 下方的水平线源自于4月18日的最低 那么我们会看到啊 在4月22日生成的这个倒垂线啊 它在下方120日均线值这个地方遇到了支撑 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上方 嗯 那上方呢 我们会看到在我们定义的这个水平线 对 1034这个地方遇到了压力 嗯 所以啊 这样的一个啊 K线呢 是一个横盘的K线 那 股价在后续呢 我们认为有可能会继续出现横盘 也就是继续在1034和973之间运行 干什么呢 它要等待20日均线值的下雨 好 这是我们说的 如果股价在后续的盘整 还是要在这个区域 好 那我们再看看股价下行 那目前我们依然认为 如果股价在这个盘整区一旦突破了下方的这个973 在这里我们讲的突破是收盘价突破这个973 那么有可能就会出现股价的下行 那如果股价下行 我们在前几期视频也都讲过 下方的这个940啊 将是一个强支撑 如果跌破940 那一定是会看到下方的这个907的视频线 好 那当然下方我们会看到 还有一个底底高的双数的一个上行的趋势线 如果再跌破上行的趋势线 那我们会看到他将进入继续会沿着这个下行的这个两条线 趋势线进行运行 好 那么这是股价的下行 那我们再来看看上行的可能 由于啊 这个倒锤线它是一个变盘的信号K线 所以如果股价出现了开高走高向上的话 那股价依然是有向上运行的一个可能 如果向上运行呢 我们认为 对 要站上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盘整区的上限 也就是1034 对 如果能够站上1034 并且能够再站上20均线值 在这里我们指的都是收盘价 那么股价呢 很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上涨 对 也就是瓦解目前的这个头头低的这么一个空头趋势的一个初始架构 好 那以上呢 是我们对股价后续的盘整和下行以及上行的一些标志 做的一个简要的分析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操作层面的信息 如果操作层面信息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说过 是在4月13日的这个收盘呢 将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进场点 那首停损是973 那我们会看到呢 如果目前继续持有的话 那我们会看到依然没有跌破我们的止损位 可能还会继续持有 那当然也有可能呢 会在逢高出场 对 那如果是逢高出场呢 我们认为现在K线的现有的这个状态呢 是不具在技术上 技术的操作规律上 是不具备进场的条件的 好 以上呢 是操作方面的信息 那当然我们补充说明一下 说如果做多再继续进场呢 我们应该等待这个股价能够突破上京线 占上二十均值 就是确立了一个上涨的走势之后 然后呢 再去寻找一个技术上的进场点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4月25日当日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那在4月25日开盘之后 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五均值 是在1008到1013这个范围 对 它是一个压力区间 那接下来的一个压力位呢 是1034 也就是我们上方的这个水平线 当然也是前高 4月22日的最高 那再向上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二十均线值 我们测算是在1041到1042之间 好 那么再向上呢 我们认为是这个 4月21日这个下跌红K的实体的上延 是1074 嗯 那再向上是呃 前高 也就是说呃 4月21日的这个最高 对 是1092 嗯 好 以上呢 是这个压力位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支撑位 那当日开盘之后的支撑位呢 是这个新生成的十日均线值 我们测算是在1001到1004之间 是一个支撑区间 然后接下来的支撑呢 是前低 是994 和当日新生成的120日均线值 我们认为是一个呃 支撑区间是在992到994之间 对 好 再向下的支撑是下方的这个水平线 也就是973 这是如果突破呢 会有下行的可能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标志线 好 再向下的支撑是这个940的水平线 嗯 我们说一下940来自于这个连续上涨 绿K实体的50%的平均成本线 好的 那再向下呢 是当日新生成的60日均线值 我们测算是在933附近 好 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呃 解读和分析呢 我们给出呃今天股价的预测 那我们预测呢 依然是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 我们预测股价很可能会出现上涨 那如果是上涨呢 它有可能是一个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055这个位置 嗯 收盘会收在1048 然后呢 最低股价可能会回踩到104这个位置 好 也就是对于上涨 我们认为收盘有可能会占上20均线值 好 那第二个可能呢 我们认为股价有可能会继续出现一个横盘 如果是继续横盘 它有可能是一个平开盘 或者是一个小幅的高开 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040这个位置 嗯 也就是说有可能会遇到20均线值 股价会被压回 对 那收盘会收在1025附近 在这个位置 那盘中最低可能会回踩1001这个位置 好 以上呢 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4月25日的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的收听